一边把寺庙里的功德香当成自己的提款机 一边竟向神像寻求保佑 这荒诞的一幕近日就发生在湖州 9月7号中午 湖州市南太湖新区公安分局 请指联勤中心 街道辖区一寺庙负责人报警 说有人在寺庙内盗窃功德香里的香火钱 街道求助后 我们立即启动视频侦查 发现一黑衣男子驾车到了该寺庙后 找了寺庙里两个叫偏僻的殿堂 先拿着三柱香 洋庄入室拜佛 后趁四下无人之计 用特制的工具把里面的现金 共计945元香火钱卷入囊中 公共视频中还出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 男子因为心虚一边实施盗窃 一边还虔诚地朝佛像跪拜求保佑 寻特警队员立即赶往寺庙 在上下山碧京处设卡拦截 最终成功将违法嫌疑人杨某当场抓获 经审讯 杨某觉得功德香里的钱没人看管 偷起来方便便动起了歪脑筋 原本还打算换寺庙继续盗窃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抓获了 目前违法嫌疑人杨某已被处以行政拘留9日的处罚 记者邱小倩编辑报道